午后 刑警大队长黄强明 又来四楼溜搭了一圈 主要是到法医办公室里 来说了会话 刑科中队的中队长陆建峰热情陪同 陆建峰也是技术明星出身的刑科人 不过 那是十多年前了 当时 做读检的陆建峰建立了铸台县第一个读检实验室 并接连破获涉赌案件 多次立功 但是 随着最近几年的毒品案越来越少 化学品的检测需求始终都不高 毒检几乎都沦为体检港了 陆建峰的工作重心 也就越来越偏向于行政了 黄强明表扬了刑科中队最近的表现 释放了高强度的笑容 重点表扬了江远的勇于认识 现局里 法医是天生的香波波 高水平的狠检更是 一名高水平的狠检 可以直指凶手 能够让大家少跑许多路 少做许多活 提高破案率什么的 不仅是立功受奖的基础 更能提高大家的工作完成度 说的再大一点 还能提高大家对警察这份工作的认同感 破案 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工作或者任务 太好了 江远也不能真的让人家一个老刑警跟着自己去找电动车 像年龄相当的穆志阳笑笑 道 穆姓挺少见的 在我们当地也不多 据说是皇帝有个大臣教立木 后人以字为姓 就这么传下来的 我是从外地考过来的 穆志阳显然没少给人介绍自己的姓氏 魏正国在旁总结道 外地考进来的年轻人 社会关系简单 好做事 没有家庭负担 好加班 有文化 好办案 也就是江远你要人 别人想要 我是不会派穆志阳过来的 江远于是再次表达感谢 又道 那及格指纹我都弄完了 回头让王忠发给你 警局的案子是做不完的 各个刑警队的任务列表更是永远都没有清空的时候 同样的 大家需要做的指纹列表 也是永远都没有清空的时候的 与基案的指纹不同 每一起陷案都可能涉及到非常多的指纹 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具有决定性的 负责案件侦破的警察们是希望尽可能多的做指纹比对的 刑科中队的技术民警却可能永远也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值 就算是命案 也不可能无限细致的处理各种证据 其他案件就更不用说了 江远并非很简 反而可以挑着指纹来做 帮魏正国提前多做几组指纹 就算是用六对民警的代偿了 被卖了一个好价钱的慕智阳乐呵呵的跟着江远 就在办公室里看起了视频录像 视频是江远从物业拷贝过来 包括最近三个月 总计八个摄像头的记录 总量极大 别说是刑警们了 物业的人都懒得看这些录像 慕智阳和江远一人看四个摄像头的视频 同时放在屏幕上快放 很快看的头晕脑胀 许久 找到了 这个是 是江永兴的电动车 慕智阳更有经验些 一边操作一边看 总算是卡到了一个时间点 看了一遍 再倒回来暂停道 是个暴力撬索的 江远暂停了自己那边的视频 转过来看 只见一名穿着冲锋衣的男人 沿着一排电动车走过来 装作打电话的样子 一边转悠 一边挑选车辆 大约几十秒的时间 他选中了其中一辆电动车 左右看看 从兜里掏了掏 再坐上车 插入 使劲扭动 车就发动了起来 这是在偷 江远满脸一问 慕智阳点头 到 暴力开锁的 算偷吧 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 他拿的钥匙是个万能钥匙 万能钥匙有好几种 一字形的 十字形的都有 他找一个不是空转锁心的弹子锁 万能钥匙插进去 使劲扭 直接把锁心拧坏 车就开走了 锁心可以拧坏的 这种锁心都是同座的 他的万能钥匙是钢制的 有些还是合金钢的 只要不是磁性锁 不是空转锁心 都能拧断 慕智阳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了记录 又到 没戴手套 但也没接触电动车以外的地方 好家伙 称得上干净利落了 江远以LV4的犯罪现场勘查 来审视视频里的现场 都找不到窃贼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这也是电动车盗窃案之类的 不招人待见的原因之一 暴力开锁的窃贼 想想也知道技术含量不高 但盗窃电动车这件事本身太简单了 以至于它根本不需要留下多少信息 犯罪侦查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洛卡的原理说的就是这个 凡两个物体接触 必会产生物质转移现象 即会带走一些东西 亦会留下一些东西 偷电动车的可好 他就接触电动车 然后把电动车整个带走了 留下的只有足迹 足迹可不像是指纹 能够直接用来寻找案犯 他最多只能指证用 而且 相隔这么久了 公共地方的足迹 肯定也是保留不住的 要不是还有视频录像 单就将远看到的犯罪现场来说 这案子比杀人案都难破 凶杀案现场哪怕没有证据了 还可以通过人际关系来寻找动机 事实上 大部分凶杀案都是这么破的 可电动车盗窃 怎么可能有什么人际关系牵连着 当然 就案件总体来说 盗窃电动车是不可能如凶杀案那样复杂的 嫌疑人自己的警惕性有限 操作能力有限 会出现在视频监控中 本身也能说明问题 真要追着这个现场 也不是没有路子了 就寻着案发当日的视频监控 再找别的视频监控 一路追踪过去 还是有比较大的概率 找到线索的 要是路上实在没希望 寻到嫌疑人住的地方 或者可能再次经过的地方 再派人蹲守 又或者直接采用刑警大杀器之排查 找到人的概率终究是有的 然而 这些手段都不是江远能用得上的 再看下一个视频 江远只沉思了很短时间 就放弃了这个现场 他的目标只是帮忙找回几辆电动车 而不是找回所有电动车 那咱就继续看录像 木质阳习以为常 他也是帮人找过东西的 容易的也容易 麻烦的是真麻烦 照着江村小区的报警记录 两人很快又看到了一起光天化日之下的电动车盗窃案 窃贼竟是同一个人 采用的手法也类似 唯一不同的是 对方还捅开了一支U行锁 并将之丢入不远处的垃圾桶里 这里 江远用手点了一下 立即做了记录 视频是也一个月前的 丢掉的U行锁 怕是找不回来了 木质阳有点可惜 道 居民报案晚 出警的民警不注意保护现场 也是个问题 江远摆摆手 将监控视频往前放了几秒 指着屏幕道 他解U行锁的时候 手扶了一下主子的下方 主子是公子刚做的 而对方的手指扣入的位置靠内靠下 是常人通常不会碰到的地方 因此有较大的概率留下指纹 不过 一个月的时间 对于指纹来说 本身就已进入到玄学状态 留下指纹或留不下指纹都很正常 现在过去 木质阳问 不急 再看看别的 到时候一起采样 要不要请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先过去 别 江远一口回绝 道 时间太久了 还是我亲自去放心 木质阳自无不可 只是觉得并无必要